光复相待会定期大会第二天 乡镇总执行议程 相待会副主席吴一珍 吴总理以及吴辉明三人分别锁定咨询 包括了幸福发生路线以及停战规划步骤 相立图书馆经管宣传以及省道播刊议题 相公所相关的客室主管也被寻答复 上午10点光复相待会定期大会 乡镇总执行议程 副主席吴一珍执行议 能强化相立图书馆经营管理服务 提升乡内儿哨以及民众的阅读风气 相立图书馆馆长戴梅林被寻答复后 乡长零薪水也接着补充说明 我们在发电机 可是建核准下是给我们110万的规划会 所以我们将规划的规划150万 我规划会有了 然后规划完了就要送给客委会 然后看他整多少钱 可是我感觉客委会比我们钱都不用 一切还少 像我们今年度增加客委会的问题 有200万 接近准个人才62万 所以他讲说可以两千万 只讲可以讲到底多少 可是今天我们已经有150万 我想在规划案要送出之前 比如说我们不说可以教育方面 比较有内涵又专业 不行到时候我们会再请大家代表 再来讨论说我们要关注什么东西 另外乡公所前年成功开通幸福巴士 提供偏乡山区聚落优质的交通服务 不过向代表吴隆李观察发现 路线以及停站规划不周全 让美意大打折扣 它的使用率真的是非常得少 可能是我们的续销方法不太正确 麻烦把这些资讯高速 让出干事直接到村里面去宣扬 到文件站去宣扬 方法去点站去宣扬 因为这些人都是最需要承受的 就是早上务劳 他们昨天刚才的特长昨天有报告说 其实我们新闻巴士下午是可以用预约式的 本来是说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有两个人 我们明天要去 我就是大西云里面前一天几号 我到几点 你再好去议日升 那时候议约了 本来提前一天 此外乡民代表吴辉明 关切向代会提案执行进度之外 对于旧风兵公路第一座桥 拨坎没有护栏 危及农运人车安全的议题 乡公所建设客长黄文宗表示 将排刊厘清主管权责后载意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 寄出挂寅 就是玉兰光复采访的 黄兰光复采的 是玉兰光复采访的 是玉兰光复采访的 感谢观看